今天呢是我们第一章节的最后一节课 也是我最爽的时候 就是给大家布置作业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如果大家光听 然后就耳朵边过一下的话 对大家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做练习 然后把这个练习当做一个presentation来做 然后对你的portfolio也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 我希望大家设计师之间不要互相指点 就是指点江山是很好的 因为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发现设计师们都不喜欢互相交流 大家都互黑或者是互相藏着 不给别人看你自己做的设计 其实这个是最傻的事情 一定要互相share你的作品 因为不要以为别人设计的没有你好 每个人出发的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给越多的人看 你才能知道是不是受大众的欢迎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很好的使用体验 就是给越多人看 给有越多的feedback 才是对你真正的好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 也不要脸红 就是做了就给大家看 这个是对你来说进步的最快的方法 所以那我今天就 就是给你把大家布置作业了 我觉得还是从e-commerce开始吧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简单 也可以做到很复杂 当然我也不是说给大家 要做特别特别复杂的东西 那e-commerce我觉得比较传统 然后你想的那个Amazon啊 Ebay啊这些都是嘛 然后这些都很老的网站 然后他们一步步怎么改进 国内的话阿里巴巴应该是最大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一个非常小的网站 来来重新设计 也不一定是网站 我这里说的site 它其实包括了一个不同的new media 我这边也写了 你可以做web 你可以做mobile web 你可以做phone app 也可以做tablet app 你可以选一个 你最牛的话就全部都做 那会花很多时间 但是你选一个开始也不错 关于内容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做sign in sign up 或者是check out 就是可以选一个 因为如果从头做到尾的流程的话 涉及到的use case太多 然后我会觉得太复杂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如从小的feature出发 然后深思熟虑的这样去做 反而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大家不要小看登录和登出 这个是所有e-commerce网站最头疼的地方 因为你一旦设计的不好 中途放弃的用户离开的话 你就是没有赚到钱 没有盈利的 所以登录注册 这个是一块非常重要的 你怎么样onboarding你的user 让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使用体验 而不中途退出 check out的话 你就是把准备好的东西 然后从购物车里清出 包括支付如何支付 这些都是很小的那个feature 但是却有很大的讲究 因为这两个当中都涉及到非常多的表格 那我在这边就也 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表格 是因为我下一章会跟大家详细 举列一下设计设计方面的表格 所以就是对整个flow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warmup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子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解释 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你可以做登录登出 注册或者是登出这样子 然后这边两个例子就很简单 淘宝 大家可以忽视我的账号 就是 大家看就是 其实好像看起来没什么 只是一个 你目前已登录账号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状态了 你如果是第一次登录的话 它上面有用户名 然后密码 然后确认 然后你可以使用其他账户 就是switch account 然后你或者是忘记登录密码 所有的login page 看起来都那么容易 可是 却有很多 有很多的讲究 这只是第一页而已 我觉得大家可以 可以开始想一下 做一下 重新设计我的意思是 然后支付宝的话 其实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这界面还是有些丑 关于现金支付啊 关于这种跟银行挂钩的支付的话 我觉得跟钱有关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一些国外的app 我在这边推荐大家 有一个叫square cash 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可以 可以找到那个pattern的 网上大家就百度搜索就行了 就说就算你appstore 没有这个可以直接 在中国大陆地区下载的话 因为我不确定 你还是可以找到它的所有 就是一个flow的截屏 然后你做设计师的话 可以做一个参考 大家也可以到一个网站 叫pattern 搜索pattern这样一个网站 也是可以找到各种 当孔炸子机的那些 所有使用流程的 它的screenshot 你全都是可以看到的 除了square cash的话 还有一个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paypal paypal的话 没有说做得很好 但是大家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背景 就是你知道做research 如果我要帮支付宝设计的话 我肯定得看看paypal 我看看square cash 然后还有一个叫venmo 也是支付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银行的那些支付了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深入层次看到 但是也在这里大家跟大家说一下 chase quickpay 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 然后比较一下不同的登录或者是登出 比较一下不同的性能 然后为什么人家这样做 为什么一样是支付系统 为什么这些软件都设计的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大家可以揣测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哪一些比较适用于支付宝 支付宝哪一些是可以改进的 然后我当然这个截屏只是网站的一个web 这样一个甚至都不是application 只是一个website 然后他在手机上的 在mobile web 然后在tablet上面的登录 又是怎么样的不同呢 大家都可以不用先做 都把那些截屏截下来 然后全部列出来比较一下 就知道这些跨设备的设计 是有多大的差别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research 然后呢 project brief 先还是要稍微系统的 就是像作业一样系统的话 还是照规矩来 首先呢你先要想好 你要redesign的这个sign是什么 这不一定是个sign 也可以是个app 然后你要设计怎么样 一个类型的一个用户体验 你是要做web 做mobile web 做native app 你都要事先列好 这样子你在做research的时候 你才知道从哪里对真下样 然后你才知道你从哪里去研究 你这个flow是要怎么设计 因为这个media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改变你的整个设计流程 然后你的target audience 当然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每次设计都会说 但是这些是不是你最终的target audience 其实未必 但是作为一个流程 作为一个你做presentation 给你的甲方 你总是要提一句的 对不对 你的target audience是什么 你理想中的target audience是什么 然后还有个business goal business goal的话 其实这也是在设计最开始 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给对方老板最好的一个 一个其实点 因为所有的客户 大多数的客户吧 不能说所有 都是非设计专业的 所以你不能不需 不要用太多的设计语言 去跟他们沟通 你需要的是简化你的语言 然后让所有非设计的人 都能听得懂 那才是好的presentation 然后你的business goal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的目标 你得让你的甲方知道 最终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然后我这个重新设计 或者是再设计 或者是新设计的这个产品 是冲着什么样的目标去的 那这样 因为作为甲方 他唯一的目标 就是你要达到他的 他的go 他的那个可盈利的目标 所以你在刚开始 做一个项目之前 需要一个起始的 这样一个标准 不是说非常非常精确的 说我的go 一定是什么什么细节 但是大方向一定要对 这样你在跟你客户 沟通的时候 你也知道 就是他们想要 奔着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去 然后你的设计 需要跟他们怎么样的迎合 或者是怎么样的纠正 反正这个都是之后 在一边合作 一边修正的 但是这个business goal 你一开始就要列出来 包括你的target audience 然后你用你这个target audience 去做persona 去做user experience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才在设计当中会反映出来 所以这些看起来是比较不需要的 pre-design process 其实是对整个presentation 是非常重要的奠基部分 所以不是说啊 你坐下来直接开始画画图了 没有用的 这些都是乱来 你必须有一个非常 这很快 就非常简单的brief 然后知道你整个方向 然后这个是设计的一个process 而且你是必须这么做的 也就是说你造房子前有地基 说起来很土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框架型的形式 这样子 所以啊 现在基本上布置完了 大家可以开始去做了 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发这个email给我 今天的话非常的快 就这样结束了 大家好好把这个design project做一下吧 希望可以看到很好的产品设计 就这样 拜拜